謝謝 公所辦公大廳內 洽工的民眾陸續進出 每個職員各司其職 其中這位職員劉翠文 更是緊盯著螢幕打公文 細心的準備送審資料 從小離患小麻痹的劉翠文 儘管行動不便 但她從不以此為苦 長久以來更是盡力利用專長所學 為民眾服務 她 其實就是像我們的姐姐一樣 也都對同事都蠻照顧的 就是一個很平易近人 然後很親切 然後對同事 也就是相處很和睦 很有愛心 劉翠文哲在職場上認真打拚 在同事眼中 她所展現的工作績效 更是不輸給其他人 劉翠文哲在職場上認真打拚 在同事眼中 她所展現的工作績效 更是不輸給其他人 而她也利用下班時間 考取了裁縫 客語還有電腦等認證 充實人生 這樣的努力生活 也讓她獲得台中市勞工具的 模範身心障礙勞工 相當難得 沒有想過 因為我覺得那個名額很少 對 所以沒有想過 跟同事都相處得很好 他們都很照顧我 因為我是騎摩托車上下班 他們有時候下雨天 他們就會有同事在那裡等我 然後幫我就幫忙我 怕我那個跌倒或什麼 他們會補我 我相信在目前的社會上 必須有一些正面的 能夠鼓舞士氣 對社會上有一種助力 也有向上的一種助力 那我們很高興 她今天劉小姐能夠得獎 這是非常不容易 這農藥也是屬於她個人的 也是我們前提 我們外埔區公所的一種農藥 在29區公所當中 劉翠文是這一次獲獎的五位之一 市府的肯定 也讓生障員工獲得更多支持 而劉翠文的例子也讓大家看見 只要努力就會有成果 借王勝炫台中採訪報導